月中旦下兒子Rafa的鄭太太陳凱琳 還未坐完月就已經火速復工 這日Grace腳踏斗嶺高跟鞋出席活動 見Grace穿緊身衣不經意露出纖妖 身形fit到飽 一點都看不出她剛剛生完B無奈 之前Grace在代產的時候 和老公鄭嘉穎都相當神秘 一直沒有公布兒子的生日日期和中文嶺 這日新手媽媽Grace就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一口氣講給大家 之前你在Pro IC的時候 在情人節的時候 或是打情人節快樂 原來那一天哪出生 是呀 情人節 我自己都覺得很好記 還有以後她約女朋友出街的時候 在那天就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過生日 多浪漫 你這麼快已經想要出來 是呀 我這些媽媽想得很貼切 她說已經想要改什麼名字 中文名改了 現在叫鄭成月 成樂的成 起月的月 是呀 這個要改的 我爸爸 就是公公改的 很厲害 是呀 我覺得這個名字 是呀 是自己就這樣改 還是真的找一些上士去 去改一些不斷 她都想了很久 我問我爸爸幫她改名字的時候 她都說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給你兩三個名字去選 隔了一段時間後 她就給了這幾個名字 我們一聽到這個名字 就覺得是她 是這個名字 就是這樣 那英文呢? 英文是誰改的? 英文是我們兩個改的 Raphael 是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她英文的意思是God Heals 就是God去守護 去看著 去保護 所以兩個中英 我都覺得她的意思很強 一提到兒子 Grace即時沒有愛滿捨 她還說兒子出生的時候 她一點都感覺不到痛 只有滿滿的開心和感動 我開到的 是呀 也有跟醫生一起商量過 她覺得這個都是最好的對我 某一些緣 全身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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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的 清醒的 她怎樣? 她看著嬰兒出來 她怎樣? 很開心 很興奮 兩個是呆了 反應 我真的出生了 我會哭 不要說了 她有沒有拿機拍下來的過程 她有用電話 我們自己都會去 收傳這個 這麼precious的一個片段 對 家榮有沒有哭 看著出來 都有點硬 我哭了 女生比較快感性 雖然照顧兒子很忙 但Grace和家榮 都時不時在社交網站 跟大家分享兒子的手腳相 雖然大家還未見到 Rather仔的正面相 但都可以見到她的頭髮 好像爸爸那麼濃密 Grace都說覺得兒子比較像家榮 我覺得好像爸爸 我少看爸爸的BB相 但她說好像她小時候 她有滴水的 很可愛 這麼快有滴水 我自己都相信不到 但又有 真的很小 對 很可愛 現在你是一半奶粉一半母乳 還是什麼 沒有 全母乳 很小 我很喜歡 很喜歡 一口吃很容易 因為你會覺得 可以跟BB有親切感 而且真的會 你會見到她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想做這件事 對 我相信很多媽媽都很明白我講什麼 對 這是一個很不同的 很難形容 對 很難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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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形容